在这一边我要跟大家讲解 这个是FORM5第六课的Light and Optics的总复习 然后这个是它整理的概念 这一课它分成三大部分 首先它就有Refraction of Light Total Internal Refraction 还有Formation of Image for Length 跟Sparical Mirror 这样的一个东西 Refraction of Light 第一个部分这一边 我们就有Snail Log 是N1 sinθ1 等于N2 sinθ2 然后我的Refraction Index 这一课它总共有四个 这一边它有一二三个 第一个是它的Speed of Light in Vacuum 除Speed of Light in Medium 然后N等于sinR 然后N等于RealDeg 除以ApparentDeg OK 然后 呃 第四个呢 是N等于Ipsi 总之我们要找Refractive Index的时候呢 我就有一二三四这四个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有一个秘诀 那个秘诀是什么东西呢 那秘诀就是空气的在上面 这样空气的在上面 OK或者是Vacuum的在上面 你看Speed of Light in Vacuum在上面 Speed in Medium在下面 Sine I per Sine R的时候 I呢 这个是我在空气的 Real的也是在空气的 这一个呢 其实是Sine 在空气那边是90度 所以你在这一边你的这个Sin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的Refractive Index 就是光的反射 然后呃 所以它在这一边你看这一个 没有折射折射不是反射折射 然后它会Change它的Velocity 呃 当它Travel去不同的Optical Density的Media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就是它的Density大 它的Velocity就小 它的Data就小 所以我的进去出来的时候 你就想像我是车去杀 然后它的角度就会降 然后出去的时候就会降 所以它Dance的时候呢 Dance的地方它的角度就小 然后Less Dance的角度就大 所以在这一边它的Dance的角度小 然后出去Less Dance的角度就大 OK 然后其实我们的I跟R呢 不是用进去出来来看的 我们的I跟R呢 是用它这一个 呃 其实真正来讲 我们算的时候是这个是I 这个是R OK 然后呃 EV OK 然后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这一个 Sneal Law 所以我们刚刚在这一边 我就有N1Sine DataE等于N2Sine Data2 OK N1Sine DataE等于N2Sine Data2 然后你的N1 DataE等于N1Sine Data2 这样的一个东西 OK 所以记得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就有 那一个 呃 这一个是 呃 不是 那个 跟那个 这个跟那个 什么是没有关系的 N1Sine DataE 1.33 Sine 50 1.5Sine 42.8 是一样的 这样 N1SineDataE OK 好 然后 接着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的 这个 N等于Sine i 你看 i它是在 A里面 OK i它是在 A里面 OK 然后 在这一边呢 我们 其实 还有一样东西 是 刚刚 这边我没有讲到 呃 我刚刚没有讲到的呢 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 N 呢 是 E 或 以上 你看 它在 那个Vacuum 或者是空气 的时候呢 它是E 其他的 Medium 的N 都是大过E 所以 你要在这一边 你要记得一样东西 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 我的N呢 会是大过等于E OK 当你拿到你的N 小过E的时候呢 这样 就代表你算错了 OK 特别是你在Sine R 和Sine R的那个部分的时候 然后 最后呢 我们就有Real Def 跟Apparent Depth So Real Def 跟Apparent Depth 的那一边呢 它是N 是H 大H 小H 然后记得我们在看画这种图形的时候 这种图形的题目是时常会出的 所以 1 2 3 假象在这一边 OK 这一个 它就 1 2 3 假象在这一边 这一种 这样的画法是 你一定要会的 因为这一种类型的题目是长处的 情形 然后 接着呢 我们的 就是New Law 所以 New Law的这一个部分 Refractive Index New Law 这一边 我就已经是 帮我们复习好了 好 我们现在进入第2个部分 就是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这一边呢 我们有Critical Angle的存在 然后我的N 的N 的N OK 然后我们的Application 有自然现象 跟我们日常用的一些东西 关系到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OK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看啊 我们正常的那个光线 它这样进去的时候呢 它都会出来的 它从Dance 去Less Than 的时候 OK 它会这样出去的 可是现实生活中 如果你做Experiment OK 呃 你会发现到 它出去的当额 它还有一点点的反射出来 然后 呃 我们的 这一个呢 它一定是从 那个Dance 去Less Than OK 为什么是要从Dance 去Less Than 的时候呢 因为 当我的那个 呃 它的 那一个 Dance 去Less Than 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角度 就会变大 然后它变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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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到一定的那个程度的时候 那这边这样出来 反射一点 出来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是90 这个就是我的Pretical Angle 来到Pretical Angle的时候 它就没有出去 它过来 理论上来讲 在旧的课本里面 在旧的课本里面呢 它 不是这样画的 在旧的课本里面呢 它其实就只是这样 一条线 在这一边 OK 旧的课本啊 它就是这样 这样而已 然后 它这一边这样过来 然后 这一边这样过去 OK 在旧的课本里面呢 它这一个反射 它没有画出来 可是我们自己做Experiment 其实我们看得出来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 它没有发生 D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这一个 它是90度 OK 虽然它有反射一点 但是它不是反射完 超过这个Pretical Angle的时候 大过Pretical Angle的时候 它这一个 就完全反射了 这个叫做D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所以小过C的时候 它还出去 然后一小部分出来 然后等于C的时候 全部90度 一小部分反射 然后大过C的时候 就全部反射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 D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这一边呢 什么 呃 这个 D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这个 D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这个 D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D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NATURAL PHENOMENA RAMBLE 这样的东西 好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 D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OK 然后 呃 我们的是N等于1 1 1 OK 为什么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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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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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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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然后它的c 它的这个是2.42 等于3c 3c等于1.2.42. 然后这个c就是24.4度 所以它的那个很容易就发生 Total Internal Conflection 所以它就bling bling了 闪闪发光 ok so n 等于 1% c sin i per sin r sin 90 per sin c ok 你看这个是 这个是在空气的 i是90 c r是 c 所以 sin 90 per sin c 这样 1% c ok 当然你用 ne sin delta等于n sin delta 这个ne是1 这个ne是我这一个 sin c 等于1 sin 90 然后这样除下来 1% c ok 好 然后 我们的这一个 在自然现象里面呢 它就有那一个彩虹哦 彩虹是 雨天之后才会发生 看到彩虹 ok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太阳的光线 进到那个水 然后它就通过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折射进我们的眼睛里面 然后我们就看到彩虹 ok 然后 另一个是mirriage 还是渗柔 ok 这个呢 我们在 下午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 呃 什么东西啊 它的那一个 下面是比较热的 所以它是less dance 上面的空气比较冷 所以它是dance的 所以那个阳光 从上面来下面的时候呢 它是从 那一个dance 去less dance 所以它就会 角度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它就 反射 进我们的眼睛 然后我们的眼睛 这样 那个云 的 进我们的眼睛 然后我们看下去 就好像有一滩水这样 可是那滩水其实是云来的 这个就是mirriage 还是蜃楼 ok 这样 ok 好 然后 最后呢 它就有daily life daily life的时候呢 在这一边 我们有application of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in daily life的时候 我们有prism periscope ok 就 那个浅望镜 ok 然后 它的这个是 这一边进来 这一边这样过来 然后进我的眼睛 然后 所以它是正的 ok 呃 这个 是这样的 ok 好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ok 它的 这个排法 你要懂怎样排 ok 因为我看过 有练习 有考试 是出这样的 那个题目 这样 然后 过后呢 我们的 那个 optical fiber fiber optic ok 它就 那一个 拿来 send 那个signal 它就一直在里面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这样 然后 cat eye reflector 就是我们在马路上的 那一个 会反射那个光的 那个 平时你看 在车的中间那边 有一个铁这样的东西 可是你到了晚上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会发光 其实它不是发光 它是通过你的那个眼 那个 车灯 的 灯进去 再 反射回出来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反射回出来 这样 所以这个是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ok 好 这个就是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的部分 好 来 接着我们去到第三个部分 是formation of image 然后 在这一边呢 我们的 这一个 其实是它的 6.1 这个是6.2 然后 lens的部分呢 6.3 6.4 跟6.5 都在这一边 然后6.6 是spherical mirror 这个是6.6 so 我自己本身呢 习惯上是先进入 spherical method mac mirror 因为这一个 我们去那种 2块钱店买 那种化妆镜 然后 你就可以用 那个化妆镜 来做experiment 然后 你就从那个experiment 得到一些东西之后 你就可以继续 从这一边 推出lens的东西 所以我通常都是 从spherical mirror 先下手 然后 过后 我们才去看lens的 ok 好 so 我们的 这个 image formation by spherical mirror 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想象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 球体来的 然后 我切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 光进来 这一边的时候 c 是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 这一个是属于concave mirror concave mirror object在它前面 然后 如果我是切 这个圆圈的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 光这边进来 这个是convex mirror so 你要懂concave convex for mirror 和concave convex for lens 这样的东西 cave cave就是谷 所以凹进去的 vax v 突出来的 ok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 在这个地方 ok 你要记得它是一个 球体 切下来的部分 球体切下来的部分 所以它有center的存在 ok 然后你懂这个center的存在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 在这一边呢 我们有一些名称 concave mirror concave mirror so concave mirror的时候呢 它在这一边它的focal是在前面的 然后它focal其实是在那个c的一半 它的radius的一半 f是radius的一半 然后这个f是radius的一半 所以我们有principle axis是中间这一条 ok 然后它的center of curve呢 是这一个 这个是它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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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的radius 还有focal point focal point 是这一点 这个是打f 很重要的 打f 然后过后我们有uv跟f u是它的那个object的距离 然后v是它image的距离 f是它 这一边跟大f的距离 ok 好 来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画 你要懂得画它的ray diagram 画它的ray diagram的时候呢 我们总共有三种ray diagram 第一个是ray c c近c处 经过c近 经过c处 然后convex的话也是经过c近 经过c处 然后ray p呢 它是parallel近f处 parallel近 然后f处 然后rayf的话呢 是什么过f近parallel处 过f近parallel处 过f近parallel处 ok 这个应该是许型来的 过f近parallel处 这样 然后我们就有这三种ray结合 我们就可以画出它的所有的ray diagram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contact mirror 它在c的时候我这样画 然后你记得我们在画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它反射的点是在它后面的这条线 反射的点是在后面的这条线 你的反射的点没有在后面的这条线反射的时候 就是讲你的parallel近 然后过f近parallel处啊 然后parallel近反射处啊 你这些你没有在那一个 呃你不是在后面这条线反射的话呢 你没有办法在c的这个 特别是c的这个 很完美的拿到在c这边 ok 呃 所以这一种你要懂得怎样去画这个东西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边 rayP parallel近过f处 然后rayf是过f近parallel处 rayP是parallel近然后过f处 就拉去后面 ok再拉去后面这一边 这样拉去后面 ok stance去后面 然后我的那个ray rayf呢 是过f近parallel处 然后它后面又游去 然后rayc是过c近过c处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全部交界的地方 是在这边 这个是object 这个是image 这个是object 这个是image 然后我们的complex mirror也是有这样的东西 这个是我的object 然后它就是parallel近 然后你看它在这一边 你不是动到这一边东西才下来的哦 你是直接动到这一个就下来了 ok 过p近parallel近过f处 然后过c近过c处 然后过f近parallel处 这样 然后它交界的地方是在这一边 这个就是我的影片 ok 然后 呃 我们 在这一边呢 ok 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一个 这一个 有一些老师 他让他的学生 背 这一边啊 二四六 然后下面这一个有时候背两个 有时候背三个 啊 不要多了 这样讲这一面来讲 这一面它就需要背八个东西 六个加两个 八个 然后 等一下 然后事实上 我有背吗 我没有背了 我是教我的学生怎样 我们拿那个化妆镜来做实验 那个化妆镜呢 你在很靠近的时候呢 它是正的 然后放大的 正的 放大的 然后你 离开你的脸越来越远的时候 到了一个点 它会变萌掉 萌掉之后呢 它会变倒反 可是还是放大的 塞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是刚刚的这个的距离的两倍的时候 它会 一样大小 然后 之后就缩小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在F的时候的是正的 后面的是反的 正的就是upright 然后反的就是inverted 然后upright配的是Virtual U配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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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配Vir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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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东西 然后 我们在前面这边是放大的 放大是magnified 然后 缩小的是diminished 然后这边是same size 所以我通过这样的 两个点来记 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图 我就能够知道 然后它在infinity的时候 是后面这边的时候 它是inverted real diminished inverted real diminished 然后它在这个C之后 这边呢 这边也是属于inverted real diminished 然后它是刚刚好在C的时候 就是inverted real same size 所以inverted realsame size 然后它在这个F跟C之间的时候 它是inverted real magnified 所以你可以看到inverted real magnified 然后它在F这边的时候呢 它就刚刚好这一边的时候 它是属于upright virtual magnified ok upright virtual magnified 然后image at infinity ok 然后过后呢 这一个 这一边它也是upright virtual magnified ok upright virtual magnified 所以你这样记就很简单了 你不需要记大六个东西 这个你不用记六个东西 你只要记两个点 从正变反 从大变小 就是这样简单而已 然后我们的下面的这一个呢 convex mirror 我们也不用去想 我们lab的那个 lab的那个 后面的那个mirror 然后在路上的那个mirror 它永远都是属于正 upright virtual的 然后永远缩小 upright virtual diminished 不管它放在哪里都好 它都是upright virtual diminished 所以你不用去记很多东西 它就是永远都是upright virtual diminished 这样 ok upright virtual diminished ok 然后 接着 我们 所以你看这个我就画的很美了 所以它在第一个点的时候 这一边是正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是upright u配V upright virtual ok upright virtual 然后它是magnified 这一边都是magnified的 这边是小 ok 这边是大 magnified same size 小 所以这样的情况 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在这边 upright virtual magnified 然后inverted real magnified 然后inverted real same size inverted real diminished 然后后面 infinity的也是inverted real diminished 这样 你用这样来记 就非常简单 convex mirror呢 它就是永远是upright virtual diminished 这样而已 ok 好 然后在这一边的这一个东西 我们的这一个我就可以接着在这边看 application in daily life so concave mirror 这一边有这三个convex mirror有这三个 所以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边convex mirror 这个是convex mirror 这个是grind spot mirror 然后这个是concave mirror concave mirror concave mirror是可以放大的 我讲的化妆镜 你去2块钱 你去2块钱电啊 DIY啊 几块钱 5块钱 就可以买到这个镜子来做我刚刚讲的那个实验 然后那个牙移的看你的牙齿的 然后还有你的这一个convex mirror 然后还有你的这一个convex mirror 然后接着呢我们的这一个convex mirror的话呢 就是在这一边 那一个brine spot mirror 有一些security mirror in building 我们的lab啊 教室啊 ok 它都有这一个东西 这个是在马路的 然后过后呢 还有我们的那一个 呃 车的望后镜 ok 所以我们有reflected in car headline pandermirror convastic mirror brine spot mirror security mirror review mirror of vehicle ok ok 好 好 好 我们刚刚讲完这个sparical mirror 之后 我们现在看lens ok 在lens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有convex lens 跟concave lens 然后 呃 它 这一边我们先看这个 它的con convex lens呢 也是凸出来的咯 concave lens是凹进去的咯 ok 然后 过后呢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它也是有 那一个principal axis axis of lens focal 这样的存在 然后还有f ok 然后convex lens呢 它的f 是positive的 ok 然后concave lens的情况之下 它是negative的 它的f是negative的 ok ok 所以 后面这边是positive 前面这边是negative ok 然后 接着呢 我们 还有 这一个 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 and characteristic of image form by lens 它跟curve mirror是大同小异的 so它的 我们之前有ray c 这个是ray o 过o进过o出 ray p parallel进过f出 parallel进过f出 然后ray f 是过f进 parallel出 过f进 parallel出 这样 ok 然后 接着我们 的 这一个 呃 什么 我们的convex lens 其实是老花眼镜 放大镜 是convex lens 你家 如果有人有老花眼镜的话 你拿老花眼镜来做实验 就可以做到我讲的 到了一个点的时候 它会变倒反 然后到了一个点的时候 它会变小 ok 原本靠近的时候 它是放大的那一种 这个是convex 没有的 ok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 戴的那个普通的眼镜 是属于凹进去的 ok 它那个是convex 那个是concave lens ok so 我们可以看它的 那个formation 是这样的 ok 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看 它这一个是ray f 过f进 然后 parallel出 ray o 过o进 过o出 ray p parallel出 过f 处 交接的点在这一边 这样 ok so这个是我的那个 diagram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 这一个东西 是刚刚好跟我们的这一个 concave mirror跟convex lens 是一样 convex mirror跟concave lens 是一样的 所以我的concave lens呢 永远是upright virtual diminish 所以在这一边 它这个upright virtual diminish upright virtual diminish 的一个存在 然后 过后呢 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convex lens 跟concave mirror 是一样的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看 它在很远的地方是 什么 啊 inverted real diminish inverted real diminish inverted real diminish 前面这两个都是这样 然后这一个是 inverted real 然后simsize ok 然后这一个是 inverted real magnified 然后最后两个呢 是属于 那一个 嗯 virtual upright magnified 这样 ok 所以这一个呢 呃 是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 我们 所以你只要通过mirror 一个来back 然后你再来对应lens 就容易了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scale factor 是i foro ok 这个是max的东西 magnification呢 是height of image for height of object image for object magnification drowing for object scale factor 然后都是这样 so image for object 它的distance 它的height 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呢 它是这一边 然后它这一个 它没有讲到 ok so 它的magnification 它那边没有讲到 optical instrument 它有magnifying glass compound microscope teliscope small lens 这个等下先 ok 所以我们的 这一边的时候 是这一个 然后 还有 这一边的这一个是linear magnification 这个方法 ok 好 来 在这边 所以刚刚那一边是讲这6.3的部分 现在我们进入6.4的部分 6.4的部分呢 就是那个thin lens formula 1.f等于1.u加1.v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 这一个 它的formula是讲1.f等于1.u加1.v 其实这个我们在form2 chapter2的那个 chapter3的mathematics里面 时常会有这一个formula 然后它叫让你换它的那个subject 所以这个formula 其实我们form2就一直用了 只是你不知道你用着的 其实是physics的formula ok 然后 在这一边呢 我们sorving problem for thin lens formula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它的f for convex lens呢 是gr的 ok 然后它的real image呢 呃 然后就是gr的 ok 嗯 嗯 然后 呃 它的concave mirror的f是减的 ok Virtual image呢 就是same size with object的也是减的 这个 所以你用这个一本f等于一本u加一本v 这样的这个 这一种东西我时常都有 我之前有讲过很多这样的那些example 我就不讲了 ok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诶我的f是positive 当我用的是那个convex lens的时候 然后当我的这个v是-6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它是属于那一个virtual的 这样吗 ok 然后我们记得u配v i配r ok virtual就配upright 然后real就配imited i配r 这样 u v i r 这样 ok 好 然后 这个就是6.4的那个部分 刚刚那个我们的一本f等于一本u加一本v 其实我们可以用数学的那种方式来算 算到这个image的position在infinity 然后在那个2f这一些f的这一些 我们放下去那个formular都可以算得到了 这个我之前在我的那个讲课的时候有讲解过了 然后我再复习让你们知道这一些它的这个image position 我们是可以通过那样的一种方法来算的 ok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说它的optical instrument 就是我的这一个lens的用的地方 它在放大镜 然后显微镜 然后那个望眼镜 还有cctv和i 那种smartphone的那边的晶片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convex lens呢 可以用在这一些用途上面 ok 啊 然后 的主要呢 就是在那个simple的那个microscope 然后我们就有compoundmicroscope的话呢 就是那一个 呃 那个 呃 放大镜 放大镜的时候呢 你要记得就是说我们有 呃 放大镜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telescope 然后它都是属于两个的 所以放大镜的那个呢 你呃 这个是望眼镜 放大镜跟望眼镜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一个 呃 靠近你眼睛的 我们叫做ipice lens 靠近object的 我们叫做objective lens 然后你要知道放大镜的时候呢 那一个呃 这边它的比较薄 然后这个比较厚 然后 所以这个是power比较大 power大的时候 它的focus就小 然后 这个是power小的时候 它focus就大 然后它的l呢 会大过f0加f1 ok 这个是大过的 ok 然后 我们 还有这一个 这一个呢 是靠近你眼睛 然后你的眼睛这一边 你自己想办法啦 我自己本身就想它那个 呃 那种 呃 那种天文学的那种放大镜 它就 靠近你眼睛呢 是肥的 然后到很远很远 它大大个的那个 是瘦的 小个的这样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是power大 power大 然后 这个是focus point小 然后它是刚刚好一起的 telescope的是刚刚好一起的 ok 或者是它是小过的 它的l是小过等一的 ok 然后 呃 这一个 这两个东西之间的 这一个 对比 ok 我有用旧的那个参考书里面的这个表 的这个对比 来给大家看 所以它们的那个两个都是power的 一个是high power 一个是low power 这个telescope 然后 过后呢 它 就 呃 什么 它们的共同点就是两个complex lens 然后 它的 那个objective lens 出来的是real inverted 然后 过后呢 它的eye piece 呢 是magnifying glass 然后final 是virtual inverted 这个 它就没有 它就没有我们平时的uvir了 它这个是virtual inverted ok 然后magnified 它都是放大的 ok 然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l0 大过f0加f1 f0是focus for object 然后f1是focus for ip 然后l小过等于f0加f1 ok 这样 ok 然后我们的magnification是它的 那个 呃 f0和f1 这样 ok f0和f1 好 所以 这一边的那个cctv 跟cctv 跟magnifying glass 我这边没有讲到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整体的帮大家复习的 那个light and optic 对这一刻的6.1 6.2 6.3 6.4 6.5 6.6 的整体概念 我们要背 那个telescope 跟 那个objective lens 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这两个图案 你可以看啊 这个是显微镜 没有心理想 显微镜呢 在这一边 这个是瘦长的 这个是肥的 ok 然后你看 我们的那个显微镜 是不是这样的样子 你看 这个 这个是比较小的 肥的 肥小 这个是瘦长 这个是肥小 你就通过这个靠近你眼睛了 这个就是你的那个objective lens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那个 呃 什么 i 没有这个是objective lens 这个是i piece 天津是i piece 所以i piece的是瘦长的 然后这个是肥短的 所以你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记 这个是瘦长 这个是肥短 然后过后呢 我们for那个telescope的时候呢 这个是肥短 这个是瘦长 然后你就在这一边 你就想他是导版的 这个是一种方法咯 另一种方法呢 是这样 ok 你可以看到他在你的眼睛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这个是比较小的 肥短的 然后他到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是属于瘦长的 所以他这一边是瘦长 这边是肥短 i piece的那个部分是肥短 然后在objective那边就瘦长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这个是肥短 这个是瘦长 这样 你用这样的方法来记 就有比较容易记一点点了 ok 所以以上这一些呢 就是我们的form 5 chapter 6 light and optic的整体概念 就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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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